西北市環保局表揚 環境教育推動有工人員 这其中就包含了 一间民营事业 三所学校 一间机关 四个社区 三个团体 以及六位个人得主 共计有十八个单位 及个人获奖 環保局长刘霍然就表示 環保推动需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其中环境教育 就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看的是一个未来 我发现环保教育在做的事 我不仅要看到未来 要做未来 我现在还要去处理 所以这里面 就要谢谢很多单位 不管是我们公家部门的 机关团体学校 或是私人的亲密的帮忙 所以它是一个全面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长 也带着我们 跟着我们 陪着我们一起做 表现场获奖的 巴黎米仓国小人员 就经验分享 透过设计富含在地文化 与环境特色的活动 由师生攜手广摇 各界共同参与 点线面的推动 这也是环保局 希望达到的目标 这是一个感觉上 一个小小的奖项 它被所代表的是 我们现在从各个角度 各个层级 各个层面 去推动我们环境的教育 让他多了解一个 有没有成就 其实老师说 我常常跟同学讲究 我们台湾的民众 还真的蛮肯做环保的 你自己说好 给我们大家做 大家蛮肯做的 环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从小扎根 希望能有更多人一块参与 为环境付出及努力 环境教育将表扬的目的就在此 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区长报道